大家好,我是小宁 今天分享给您一个白鸡膜的做法 200克的中筋面粉 加入两克盐增加筋性 再加入两克的酵母 把它们先搅拌均匀 然后用100克的温水和面 慢慢加入水 把它们都搅成小的面絮状 用筷子搅到直到盆中没有干面为止 今天我们揉的是一个中等偏硬的面团 雪花状的面絮就可以了 加入5克食用油 现在加油的作用可以让烙饼酥一些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光滑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成团以后先静置10分钟 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拿到案板上 像这样撕扯,撑拉,按压,不断的搓揉 面团就会迅速的变光滑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 盖盖子醒发20分钟 我们要用的是一个半发面的面团 时间到把面团拿出来 它的状态变成像现在这样微微醒发 拿到案板上少撒一些薄面 然后这是加入了两克的泡打粉 把泡打粉与薄面混合均匀 然后把面团放过来 把所有的干面全部都均匀的揉到面团里 这种方法可以制作老面馒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全部揉光滑后把它搓成长条 下成四个大小相同的剂子 200克面粉可以制作四张的白鸡膜饼 盖盖子把它保湿一下 这个时候烤箱180度预热 拿出一个面剂子把它搓成像这样 胡萝卜的形状 稍稍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再擀长 从粗的一头卷起来 把小尾巴塞到下面 这就是一个生胚 生胚按扁 因为我们没有仿锤形的擀面杖 所以我们就用普通的 然后用一个杯子的底 在中间这样来回旋转 让膜的边缘翘起来 像现在这样 一个元宝的形状就可以了 拿出我们祖传的 包好姜的厚铁锅 然后把小面剂子这样 依次摆放在里边 边缘的地方都翘起来 烙到有一面有了花纹 把它翻面 然后用船子按扁 白鸡膜讲究的是 虎背 银边 鸡花心 就是用这样种特殊的 烙饼方式实现的 烙到两边都有漂亮的纹路 大概需要五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转移到烤箱上烤一下 这一步可以让饼呢 内部成熟 酥松 没有烤箱的就需要垫饼 趁盖盖子慢慢的烙 但一定要让它成熟 五六分钟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饼就已经收好了 外皮酥脆 焦香 有浓浓的麦香味 这样的饼少油 少盐 非常的好吃 拿一个饼趁热 从中间把它切一刀 然后加上喜欢的馅料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河北的地方特产 柴沟骨熏肉 我们今天用它来做卷饼 取一块儿熏肉 把它剁碎 然后再取一些尖椒 也剁碎 把它们混合到一起 然后加到馍里边 看是不是很香 再来上一碗酸辣汤 就是美美的一餐 加了泡打粉 可以让饼更酥脆 回弹更好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